第一步取下这个一压杠上面的螺丝 拧上这个金色的保护套 第二步呢 把这个轮上的这个螺丝拧下来 靠着这个螺丝空里 这个螺丝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孔把它套进去 上面就是这样两个螺丝 要根据这个放把它卡进去 卡进去以后是这样的 然后放电子 这是个防松动螺丝 后期的话我们需要用咱们配送的这个 去到扳手然后拧紧 咱这里就不做演示了 然后下一步是安装座椅这边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推手 下时候要装这个推手了 我设的这个管子 然后放进去 中间和两边这三个两边对齐 放进去 这个皮套可能会碍事儿 就需要看 然后对好 然后对好 这小子削上来 如果这个位置啊 嗯 眼对不上的话 我们可以先用这个 先用这个液压杠 液压杆按在这个孔里面 然后调节 找到最后调节 找到最后的眼 看进去 一盏螺丝 看这就是这个调节的一个杆 液压杆的那个杆 在这一盏螺丝 然后旁边有个色彈紧 两边弄了 不然能紧 架子 然后放到这个架子 然后放到对应的盐里面 这边没有盐 然后这样就可以放面筒了 好了 反正这个 我们可以来製装 那半筒了 然后中间这个位置 是可以 引起它 拿开它 就对的 好 好 好